兩頭大水牛帶著兩頭小牛 一家四口擋道 霸佔陽明山頂山石踢頂步道 一對夫妻不敢通過 和水牛對峙40分鐘 最後報警求援 剛剛我摸到這個水牛 他馬上用這個牛角要來頂人 你看 所以說野生水牛 他的確是有危險性所在 看似溫和的水牛 其實最大的攻擊武器 就是他的尖銳牛角 好 放鬆 要剛挺直 要剛挺直 我難免有點緊張 因為你看他前面這個牛角 很尖銳 我很怕牠會亂頂 會嗎 是不會 但是自己要做好 專家也強調 落袋的水牛平常溫和無攻擊性 如果為了保護小牛 或是遭遇生命危險 水牛可能會變成 比獅子 花豹還要危險的動物 我現在手裡揮舞著 紅色的袋子 頭頂戴著紅色的帽子 李大哥 他對這個紅色的東西 都沒有反應 大家不是說牛看到紅色的東西 會抓狂嗎 不會 牛是色盲 所以對這個顏色是沒有感覺的 台灣水牛一般體重超過了300公斤 過去也曾多次發生 水牛撞人傷人的意外 萬一民眾碰上了水牛 切記不要隨意拍打 也不要故意大聲挑釁 否則平常脾氣好的水牛 萬一發起狂來 就連獅子也要讓步三分 去看 其實 電光水牛 相鱓的有些